Lun Sang 配件 配件方面分別有噴火特效及一把劍 當大油件拔出來時, 便會看到插軸在內 不使用時, 推上上額便會隱藏 當需要使用時, 只要合上嘴巴, 再打開它便會出現 一個很聰明及很好的設計操作 細緻及塗裝方面亦緊貼圓柱 當中屁股及尾部增長了 為了增加機械人士合適的比例 另一步方面可以左右擺動 四隻腳亦有相應的活動關節數 這次的變形, 應該是在恐龍金剛上最難 過程是流暢, 只是步驟方面多了 這樣也是為了令體態更完美 但過程也不累積 在變形上有很多反覆要做的動作 例如把A 部件轉出, 騰出空間 之後把B 部件轉一下 在A 部件中有空間 在B 部件中進行一些變形的動作 把空間的使用發揮得淋漓盡致 腿部各種旋轉, 對摺, 展開和收納 都是非常精彩的 把原本的位置, 以恐龍的部分填成為一條腿 玩起來就像自己在別近魔術一樣 尾部要左右打開 這裡我建議大家跟著我這個方法來做 這樣做就不會損耗到零件 之後到肩膀邊形 亦都是用盡空間打開和做收納 在尾部的收納, 注意尾板和頸後面的卡扣接點位 前臂, 需要完全拉直 那塊蓋才能完全蓋上 上半身一如NA以往的作品一樣 都是這樣出色 腰部亦都乾淨利落可以彎腰 亦都可以做到完全轉腰 膝關子就是機設上的死症 只可以動到90度 加一把大劍給它, 足夠醒神 NA 敲嬌, 造工, 細緻, 變形, 亦都是流暢 恐龍模式亦都夠雄運飽滿 除了小推可動和變形步驟高位多 都說得上可以叫做完美 這麼可愛的長中小恐龍 就絕對推介入手 今天開箱來到這裡完結了 多謝你的收看 記得訂閱讚好留言分享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我每一次的更新 多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再見